要各位除了選擇有黏液的食材之外 高麗菜更是首選 主廚就用這三樣東西 來幫我們做料理 沒錯 因為其實 我自己也曾經胃不好過 每天就吃大概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高麗菜 一個就是苦茶油 然後我們今天 你覺得每天吃高麗菜 然後配苦茶油這樣喝 真的 我都會吃了兩個月 然後早上就燙個麵這樣拌一拌 你那時候經濟不是很好 沒有 胃比較不好 這高麗菜我們把它這樣子燙過 這個高麗菜燙的時候 你記得要整顆燙 你才可以取出這漂亮的高麗菜葉 OK 另外這裡就幾個有黏黏的東西 黏膜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白木耳 對 這個白木耳 然後這裡有秋葵 這都黏液很多的東西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很健康的 這個其實就是蘋果 蘋果 對 這個也非常適合 這個對胃也不錯 好 然後另外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還有這個東西 這是羊肉 羊肉 為什麼選羊肉 我不知道我 因為曾經就是有朋友 跟我講過說 其實那時候胃不好 除了要攝取一點羊油 然後這個我就帶點帶油的羊肉 把它汆燙過 好 所以我胃不好的時候 我都吃薑母鴨 所以吃錯了 所以不行 為什麼我胃不好吃薑母鴨 應該會太誇張 那是羊肉 對 然後一點的鹽巴胡椒 就好了 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要清爽 因為胃不好你就不要再吃太濃烈的東西 腰胃不要太多 對 鹽巴胡椒 好 另外這個 香菜 香菜也是很固味的好食材 就把它丟進來 這些東西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對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固味的小沙拉 真的喔 但是這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包到 這就有點難度就對了 對 包到我們的高麗菜捲裡面 你說這個撈的動作 相當的困難是不是 這個 要包的動作很難 我每次在薑醫師旁邊做菜 都變得很簡單 有沒有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高麗菜捲來 把它捲起來 這個為什麼要教大家做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胃不好 早上起來沒精神 對 這個你可以先把它包起來 對不對 晚上比較有精神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之後它就長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先捲好的 然後就直接早上起來 你就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所以你要用蒸的 蒸熱就可以了 晚上先包好 早上就蒸一下就對了 而且東西全部都在裡面 大概兩分鐘就好了 因為東西其實都是熟的 那同時我們剛有介紹到 這個苦茶油對味也很棒 為什麼苦茶油還沒用 我跟你講這裡配上了南瓜 我們要做一個醬汁 故味也不能亂吃 南瓜加苦茶油做醬汁 蒸好的南瓜 苦茶油 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很棒的 抗癌的 來 這個是大蒜 這樣可以喝 可以 這個大蒜要烤過 比較香 如果你不烤過的話 它會太辣 怎麼烤法 整顆進烤箱 整顆進烤箱 對 大概120度 烤個40分鐘 所以吃起來就不會那麼刺激了 是不是 對 而且吃起來它的香氣會比較煮 然後我們就下來把它打 打成汁 打成汁 對 拿來沾的就對了是不是 對 拿來沾的吃 才不會這麼的boring OK 才不會這麼的boring 對 不會這麼無聊 維持人 你覺得這道菜為什麼可以顧味 特別是高麗菜 到底為什麼可以顧味 因為它的主菜就是高麗菜 高麗菜在我們中間來講 它有健脾 然後核胃的效果之外 那現在的營養學裡面 在美國那個就是屬於那種營養的研究所裡面 就發現他們做了很多蔬菜的植化素 就發現這個植化素是屬於它的頂 很多的 很多的 算是第一名的 也是說一二三前面的這個 那也就是說我們就發現 它裡面其實有一個就是營養成分 就是 它因為是化學成分 就是一流一酸脂 那一流一酸脂裡面 這個東西對我們防止我們身體裡面 就是什麼胃癌 肺癌 所以它對像防癌這個部分 有一個一定的效果 就是這個植化素裡面這樣 像胃熱的病人 或者是剛剛說胃嬈虛的 都不分都可以吃這個 剛剛說的這個高麗菜 但是如果 像因為它調味料裡面 有一個大蒜 如果你是胃熱的吃起來 嘴巴 舌苔很厚的 那個大蒜可能要白燒一點 OK 所以還是要根據這個體質 稍微調一下 沒錯 好 這樣兩分鐘 兩分鐘之後 你看 蒸好了 我們把它切開 然後就配上我們這個南瓜苦茶泥 南瓜苦茶泥 對 這個吃得很棒 配著吃 把它當成醬汁 墊在底下 滑滑的 但因為苦茶有很多人會不喜歡 對 它那個味道真的 南瓜配在一起之後 你可能就吃不大出來 苦茶的那個味道 對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 蒸好的這個 擺上去 羊肉銀耳捲擺上來 你看這個其實看起來 就不會是一個這麼無聊的 菇味料理 OK 好 那我們這一道 菇味料理就完成了 這道羊肉銀耳高麗捲 推薦給你 在富含膳食纖維的高麗菜當中 捲入多種營養配料 秋葵和銀耳有豐富的果膠 能夠保護腸胃 幫助代謝 一口咬下清爽多汁又美味 顧好味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當我們口氣不好的時候 其實跟我們的胃部 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蘇星姐 是 因為有時候 剛剛我們醫師有談到 就是你的馬桶 如果蓋子蓋得好 其實它裡面的味道 你的噴門 噴門鎖得夠緊 你的味道其實就不會跑出來 可是另外一個重點 如果你的噴門 雖然會鬆 但是裡面的內容物不奇怪的話 到底它的味道 也不會太過分 所以這個女生 他其實30多歲 他長期以來就是 偶爾常會有一些那種 我也覺得不太舒服 習慣性就是用一些什麼胃散 什麼就撐過去 很多人都這樣 對 可是有一陣子 他就開始發現不對 自己這一陣子就是 常常口氣變很差 就是感覺是帶一個 噴門鎖路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走 就覺得味道很不舒服 連旁邊的人都會說 你口氣太重了 漂亮女生怎麼樣這樣 後來他還是覺得 那就刷牙就好了 直到什麼症狀 他就看醫生 他如果腹腸腹痛 你知道他甚至 是解了大便是非常的黑 解黑便 他這個時候才緊張 而且解黑便 他想說是不是大腸癌 還幹嘛去 後來才發現說 他其實是 本來可能是有潰癌或幹嘛 可是他後來檢查出來 已經有胃癌了 對 然後醫生就說 其實有時候 因為剛剛講 你胃裡面的東西 很正常的時候 你就算有氣味 你打開了應該不會那麼難問 可是他裡面又有血 又有一些什麼食物 混在裡面 所以他長期會覺得 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 但因為他忽略這些症狀 再加上他長期都只是 用胃散壓症狀 以至於他來的時候 其實胃癌 而且不是很初期 對 其實胃有毛病 當然會從嘴巴裡面 冒出味道來 那到底有哪些胃部的毛病 會造成我們口臭 因為好像胃幽門螺旋管徑 也很有關係 是不是 范醫師 胃的任何毛病都會口臭 因為你就想想看 馬桶如果充得 老是充不乾淨 怎麼蓋都蓋不緊 為什麼一定要一直用馬桶 給我們這樣 所以他的消化 你可以用盆燙 盆燙 這是他的消化不好 就一定會有異味 那可是有些情況下 異味會特別長 剛才蘇星姐講的胃癌一定是 因為胃癌就是已經是 他的胃壁的肌肉已經受損了 他要排泄下去是有問題的 那這裡面口氣 常常會有口氣的是另外一個疾病 就是幽門螺旋桿菌 我們知道幽門螺旋桿菌 它是生長在胃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吸菌很厲害 因為胃是很痠的 它有辦法抗痠 就不代表他有 他自己的磨生技巧 他的磨生的過程裡面 會把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跟胺出來 那個胺其實很臭的 所以那個就會常常會口臭 所以有時候坐下去發現 潰瘍合併有幽門螺旋桿菌 我們就會有抗幽門螺旋桿菌 抗生素的藥 大家有沒有吃過抗幽門螺旋桿菌的藥 沒有 很苦 很苦 所以就是吳醫師講的 很寒性的藥 所以你要胃活 幽門螺旋桿菌 如果這樣子翻譯過來 應該是胃活 所以用這種很苦的藥吃一吃 口臭就好了 常常變口臭就好了 對 其實胃部就好像 剛才范醫師講的 任何毛病只要出現在胃 都有可能會造成口臭 我們常常講的潰瘍一定會 出血其實也會 因為其實那個血 你白酒你去聞聞看 那個血腥味其實就 沒有那麼多好聞 慢性會發生也會 另外胃有沒有感覺 如果合併潰瘍 你可以理解 剛剛翻譯給你解釋 他就算沒有合併潰瘍 你只要有這支細菌 他就是會分解一些胺 你就是會覺得口臭了 是 因為口臭有的時候 除了身體狀況出來 有時候會覺得 會不會是舌胎沒有清乾淨 所以整個味道就跑出來 我們都會講 想不到這樣 你舌胎好重 一直刮 要刮乾淨才不會有口臭 但是中藝的角度來說 舌胎到底該不該刮 還有我們可以用漱口水 來把異味消除嗎 有的就像我們圖上 右上方那個圖有沒有 膩胎 而且你要發現它很黃對不對 就黃膩胎 這也太厚了吧 太厚 我想刮 而且你會發現它有沒有 除了厚之外 它黏黏的 黏黏膏膏 這個黃膩胎的 那這個部分又有黃色 所以這裡就是什麼 味熱 然後又有濕製 它有濕製 不是那個濕製 濕製 濕製 濕製的濕製 舌頭濕製是怎樣 不是舌頭濕製 不好意思 又太文言文了 就是這個濕製 有滋留在我們的舌面上 你會發現 這個人很愛什麼 很愛喝咖啡 很愛吃熱 很愛吃那種比較燥熱的 包括麻辣鍋這些的 甚至有時候很愛吃什麼 巧克力 這種重口味的這個 那下面這個就是什麼 後胎 真的是後胎 可是你會發現它並不太黃 但是它很乾 就是剛剛說的殷虛的一種 但是它又加有什麼 後胎 所以它也是一種什麼 胃熱的一種 但是它就是比較偏 在這中間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我們剛剛說的 胃熱的 胃熱的肝火放胃 有的時候那個病人 沒有按照 完全按照那個什麼 按照我們的那個 書本上的教科書的這個分類 它會怎麼 餐桌 在這一起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那個舌頭上面 在那個舌尖上 比如說這個舌尖的就是心肺 你的舌胎都在那個舌尖 有可能在這個心肺 或者是我們的肺熱 還有掃整包 咳很厲害 咳得上那個有什麼 有那種胃熱的這種 咳出來還有什麼 感覺自己有咳出那種腥味 這個可能在這心肺有熱 那如果我們看出來 剛剛像我們那個圖上面 整個舌頭的這個 這整個是怎麼 肝膽的脾胃都有 那那個剛剛我們的後胎 後胎你看他的舌尖 有沒有 前面那邊胎比較少 可是他都在脾腎跟什麼 脾胃腎氣跟什麼 肝膽 所以你會發現都在笑話道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用到一個就是 很多我們都用什麼樣 來給他漱口 刷了牙以後 也各方面都不錯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在古人 他也沒有辦法去檢查 沒有那種欺慕性的 沒有辦法做胃疾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用一點這個 我們所謂的清新的漱口這個水 那今天漱口水 這個也很簡單 只是大概有七種藥材 那其中比較那個 你會發現怎麼搞的 有檳榔 用檳榔去漱口 有沒有看到 檳榔很漂亮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檳榔很漂亮 有沒有紅色 放色狀 然後要一朵花這樣 那這個真的是我們那個檳榔 就是長在樹上的檳榔 切片這樣子 那它可以下氣 而且你知道檳榔涼不涼 很涼 很涼 你光光 你吃過 沒有 我沒有吃過 很涼看就知道很涼 很涼 很涼 所以那個角檳榔的人 都不小心把那個汁吸下去 跟你講 他都會什麼 人家上廁所要上一次 他要上三次 太涼了 因為他這個是比較 所以他可以 讓我們的蛇胎上面 有個清涼 然後下去的效果 然後再來丁香 丁香就是那滷味那個丁香 那他也是可以 有一點讓我們的 因為他本來就有抗菌的效果之外 他還有植藕 然後對一些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味道的清除 所以他這個部分丁香會用上 還有剛剛那個 也可以喝也可以外用 來漱口的就是那個貨香 薄荷一定要用的 可以清乾 清乾火 然後甚至於可以 讓我們整個嘴巴會怎麼 比較會清爽 那當然一定要什麼 我們要什麼 歸根究極去混 為什麼老是那個舌胎 對 就是舌胎刮掉 不代表你裡面都醫好了 因為舌胎還是表示你身體的代謝狀況 出了一些問題 另外就是很多人 實際上出現一些錯誤 既然是腎臟有問題 是不是吳醫師 對 我們都知道腎臟是一個排毒 非常重要的器官 如果說像尿素 他沒有辦法完全分解掉 在口水裡面的唾液腺 就把它分解成像氨 聞到的味道 就像我們尿燒味一樣 之前曾經過遇過一個案例 三十八歲的大災難 是由媽媽逼他過來的 媽媽發現他在家裡面 他都坐著睡覺 因為他沒辦法躺著睡覺 他一直認為說 而且他身上發出一種 非常奇怪的味道 媽媽一直覺得他有嚴重的鼻鬥炎 希望我們可以幫他治療 就一打開 他口罩一打開 真的有一股非常特殊的一個水果香味 幫他安排內視鏡 他並沒有嚴重的鼻鬥炎 再觀察一下他身體 他整個下肢都水腫 這時候我們就意會到了 完了 這會不會身體出了一點狀況 趕快幫他安排抽血 他整個腎絲球的過濾 大概只剩下正常人的不到15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第五期的 嚴重腎臟的一個衰竭的腎像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他每天這種糖飲 全糖飲料至少都一杯起跳 本身就造成這樣一個糖尿病 這樣一個狀況 再去分析他的糖化血色素高達10 後續他就開始要走這些 腎衰竭的一個治療的一個路線 所以不要小看這一個口氣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是從身體 生部的地方所造成的一個狀況 對 其實因為之前新聞也有報導 有一個宅男體重破100 每天喝水要飲 身上有味道以為鼻竇炎 到那個時候內科 都跟那個文人講的一樣 完全都沒有事 就一看腎功能已經摔掉 是糖尿病引起的 但是聽說糖尿病 你一般控制的沒有很好的時候 身上也會有一股腐爛的水果味 這很妙 我之前曾經遇過一個案例 大概15歲的一個男性 是由家人搭過來 他來的時候 開始有點氣喘的感覺 可是你仔細聽 他的呼吸音好像也還好 但他口罩拿掉 可以聞到一股非常特別的一個水果香味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想到了 這會不會是我們以前學到的 銅酸中毒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去幫他驗他的血糖 他確實 我們常常就是掙扎那種血糖 完全驗不到 後來是用抽血的方式驗出來800多 太高了 他好高 所以一般血糖機測不出來 是 後來知道 他是第一型的一個糖尿病 但是他自己沒有感覺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糖尿病 重點就是在於 他身上缺少了這個胰島素 他沒有辦法有效利用葡萄糖 他就會利用我們的蛋白質 利用我們的脂肪 偏偏這些沒有氧化完全的一些 就是所謂的一個產物 他就形成一個本酮酸 它被留在裡面的身體 他會散發出這種像爛掉的蘋果粿 或是像水果香味一樣 所以有時候這種特殊的香味 不管是剛剛提到的腎臟 還是說這種身體上 糖尿病沒控制好 也有可能會有這種特殊的味道 也是不能不處理 所以到底會有哪些症狀 你會覺得自己是銅酸中毒 比如說我已經知道 某人有糖尿病 我到底說除了體味之外 還有哪些情況 我們想說 他是不是已經銅酸中毒了 銅酸中毒 他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身體可能會很容易缺水 缺水 然後開始他會有一個血壓比較掉 他血壓會掉 另外他的一些電解質 像甲離子他會變得比較低 對 呼吸會變得比較淺快 就像那個男生一樣 他想要把他排出去 他想把酸排出去 對 所以說他就會有點像 一個氣喘這樣發作 這樣一個現象 對 但來的時候他發作很快 沒有馬上矯正他一個脫水的狀況 沒有矯正他血糖的狀況 這很快就會休渴 有可能會呼吸你 所以如果你是糖尿病的患者 你身上有一些異味的時候 就像他這些症狀 有一兩個症狀的時候 小心已經進入嚴重的孔酸中毒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口臭 還是跟嘴巴的衛生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牙周病 牙周病到底要怎麼處理 告訴你 按穴道 也可以保健你的牙齒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